萬民區 村心引線 接下來能不能挽回尊嚴? 這期國內的情侶好興奪婚 現在人們這麼開放嗎? 奪婚就是網絡用語 其實人家的意思就是… 我明白 奪婚就是赤裸結婚 不穿婚衣服不穿禮服的結婚 你聽我說完星期日賽事重點之後 就不用省得連衣服都不能穿這麼肉酸 甚麼?人家的意思就是… 我都說我明白 萬民區和村心引線 接下來一起列陣三班黎地 1650米賽事 他們在上季3月24號 出戰兩場同程賽事 分別得到一貫一壓成績 之後他們在草地出賽合共12次 但一次都未贏過 還落後了很多馬位 這次他們的評分去85分 接近他們上季爺馬的評分 接下來再挑戰爺馬路程 就看他們可不可以有更好的表現 阿佳你都不明白 其實奪婚在國內是很流行的 我明白 奪婚我們香港馬壇都流行的 甚麼? 奪婚吧 好像騎士安國倫那樣 他為了香港下串 純純奪婚自在開心 奪經驗還要過一切 不是吧 剛剛在星期三晚夜賽 首次在香港上陣的澳洲騎士 安國倫 雖然只有21歲 但他威水士多多 出道第二季 他就成為適妮和新南威爾斯的冠軍建材騎士 還在澳洲騎士榜上為你貴軍 安國倫出道以來 出賽大約3700次 勝出超過370場頭馬 勝出率超過10% 至今在澳洲已經贏得兩場一級賽 今次他來香港客串四個月 大家記住留意他的表現 客家 你究竟明白不明白 拿分的意思就是 今次我真的明白 拿分 說到拿分 拍寶就最厲害了 連他也會這樣覺得 在我心目中 拍寶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騎士 他除了最近收封大信之外 他還得到很多馬房的支持 今次頭幾場賽事都很值得我們去留意 隨時可以起碼 甚至中三元 騎士王看來都是非拍寶莫熟 兩號街 拿分的意思就是 不擺酒 不拍婚紗相 不度蜜月 不需要點分用錢的結婚方式 我剛才是說這個意思嗎 今次我真的要跟你拿分 你跟我拿分 太遲了 我已經是有家室了 分手不分 拿著麻煩 我真的完全跟你溝通不了 我現在就要回去做 星期日沙田日菜的功課 分手吧 不會 想不想分手這麼轉 是 不是 對 Deat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